大家好,又到大師五間教路 今天市況反覆上落為主,升8點 早段挑戰過3123的位置 但接著見到高位又阻力回落 今天來計仍然是頂著騰訊為主 保險股內險股開始有點壓力 內人亦是 似乎純粹因為美股方面,納指創新高 香港來計算是科技股 由騰訊帶動、信譽、瑞星等 頂著指數 另外其他股份反而表現一般 留意著上證仍然疲弱 外圍因素暫時在舒緩 但舒緩還未解決 我覺得接下來關注著A股走勢 和內地政策的因素 這亦會對後市帶來震盪 特別是短期後市帶來震盪的主要因素 大家要留意